哈喽大家,我是阿布 我是他的朋友小野牛 今天阿布不带空 就让我代替他来和你们说一个故事吧 故事开始咯 在7月29号的晚上10点多 我一如既往的刷着快拍 突然发现了杨宝贝的这个快拍 过后我就对这个快拍念念不忘一直跑回来看 然后就想着,诶,我可以试试看 做个实验就是看买粉丝是真的吗? 所以就有了今天这支影片 然后我就决定去私信他 一开始我还不知道要写什么 因为呢,我看他这个WhatsApp没有头像 我就怕不是他 就先来了一句,这是你吗? 没有想到他那么快就回复了 然后我就直接了当地写给他 我想要试试看 然后他也是很快地答应了 让我直接汇款 所以就按照流程先给他起 然后也直接拍了我的账号给他 我就奇怪,那么简单就可以了吗? 他说,嗯,我只要等就好了 所以我就去睡觉了 睡觉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想 希望我明天起来的时候 是被电话的通知声吵醒的 然后会有很多人关注我 结果 明天起来 还是没能如我所愿 我睡醒竟然是因为 我妈妈叫我弟弟起来上课 然后我就去看 诶,怎么没有加到粉丝的 就去问那个人 给你们3秒猜猜看 那个人会怎样回复我呢? 那个人竟然和我说他忘记安排了 过后他讲现在安排 我就放心了 所以我就继续等看有没有消息 结果也是一整天没有人关注我 然后我就想 会不会是这个WhatsApp有问题 然后我就去 私信那个Instagram 那个影片叻 就是我录了那个 我跟WhatsApp的聊天记录 然后问他这个是不是你 他就讲是 然后就给号码 然后又讲安排 然后又过了一天 第3天也是最重要的一天 一觉醒来我就发现 诶,怎么我的电子邮件 有178个小红点的 我就心想 难道他们开始行动了吗? OMG 结果按进去 只有这4封是要我点来看的 然后我点完了发现 还有其他100多个 这样这其他100多个又是哪里来的咧? 然后我就一直滑滑滑滑滑滑滑 滑到我邮件的最下面发现 诶,怎么这里突然有这些通知的 而且都是同一时间的 才发现,哦,原来这些小红点 是他们突然爆出来的 就是那些你们的留言啊 他之前都是没有在电子邮件通知的 就是早上哦,突然这样子的 我全部爆出来 我直接吓到我 我以为是他们开始行动了 虽然发现了小红点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 因为我就是有一种强迫症咯 我不喜欢看到我的电话咯 还是我的游戏咯 有那些小红点的 有那些点咯,我都想快快去按掉它的 可是这里有170多个小红点 你要我怎样按? 一个一个按很花时间咧 所以咯,我就又去找那个人 问他懂不懂怎样按掉这些小红点 在等它恢复的时候 我也自己在那边研究 看要怎样 然后我发现电子邮件那边 有一个是讲全部已读的 所以我就按了 也终于处理完这些小红点了 既然都跟你们讲了一个我的习惯 那就再讲多一个啦 就是每次下午哦,我的电话啦 一到六七十个电咯 我就要帮他插电了 所以那天也不例外 处理完那些小红点 完了一下电话 插电了过后 终于来了 没错,他终于来了 就在我插好电过后 想要打开快拍看一下 结果突然看到 这个画面 然后我就 嗯? 我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就是哦 这么他加粉丝啦 他是没有通知我的 是我打开IG才看到的 所以我又去问了那个人 可能他一开始也听不懂我在问他什么 就是啊,每次有人关注你哦 系统不会跳出来讲 叮!这个人关注你 然后哦 这样子你才会懂有谁关注吗 可是我的哦 这个是哦 这么按进去才懂我奇怪这个 然后我就问这个 结果他跟我讲 他也不懂叫我问IG 这件事过后我跟他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这里又有人要问了 为什么7月31号多的影片 我现在8月才来做呢 因为我也做了一个实验 要看哦 这些买来的粉丝啊 他们会不会看我的快拍的 所以我就花了三天的时间研究 发了三种不同的快拍 分别是 美食 明星 和真人 果然IG的快拍 还是一样 没有加到人 也是40多50 可是Facebook咧就不一样了哦 你发真人咧就跟你七八十个人看 你发明星咧就十多个人看 你发美食就中等 所以这个就是我研究出来 最后呼吁大家 还是不要买粉丝比较好 我已经帮你们实验了 这种买来的粉丝哦 他不会看你的快拍 也不会占你的照片的 所以各位不要学我啊 如果你们真的要涨粉呢 就去Youtube Youtube有很多视频的嘛 就可以看人家教你怎样做 你就怎样做咯 不要买是最好啦 反正买了也只是一个摆设 他都不会看你的东西 好啦好啦 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